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匈牙利新闻节目 我是主持人纪一成 外交与对外经济部部长与土耳其工业和技术部长 在布达菲斯会谈后表示 与土耳其保持密切和有效的经济合作是匈牙利的利益 谢尔多比德强调 为扩大贸易匈牙利进出口银行开设了2.2亿美元的信贷额度 并开始准备通关程序 此外还引入了关于增值税补偿的互惠协议部长强调 匈牙利能够通过新的路线从南方购买天然气极为重要 因此政府也依赖土耳其的天然气 根据与塞尔维亚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所签署的协议 9月匈牙利政府就穿越塞尔维亚和匈牙利的天然气管道容量进行招标 此外我们得知道不久以后 阿塞维亚通过土耳其增加的天然气产能 将影响中欧天然气供应的分配 外交与对外经济部部长在蒂拉纳表示 匈牙利继续支持欧盟的扩大 希尔多比德在阿尔巴尼亚首都遗憾地表示 上周欧盟外长会议推迟了关于阿尔巴尼亚和北马席顿加入欧盟的谈判 部长认为等到2025年接受新的成员国是不可接受的 他补充道匈牙利将继续与阿尔巴尼亚密切合作 以赫制非法移民 全国地区迎来炎热天气 需特别注意老年人和婴儿 每个人都需要考虑轻度的活动 今天首度最热的地方是动物园 温度达到35.9度 明天的高温将达到顶峰 可能达到37摄氏度 早上滔滔温度就达到了30度 本电视台工作人员的汽车中则测量了50度 在威伦彩虎 访问沙滩的多数人在这里享受午餐 除了轮饮以外 前来者最受欢迎的是烂鸽死和鱼类食物 被开市僑保医院儿童医生提醒大家 婴儿们只能在早见或晚见在透风的婴儿车中散步 此外还需要补水 母奶在这个时候也是足够的 但也可以给他们喝水 经常的热郎也会为健康的人士带来影响 医生建议除了补充水分以外 还需要注意不要为自己的身体带来太多压力 并且随时关注天气预报 由于炎热的天气 本国多数地方在白天发泛饮水 许多地方的区政府已经在官方网站上公布 那些专有空调的地方任何人都可以前去避暑 佐普兰沃尔音乐节正式开始 五天的音乐节为狂欢者准备200多个活动项目 今天预计迎来最大的人群 这就是沃尔特音乐节录营的样子 只要眼睛看得到就有帐篷 背着巨大的Poco和帐篷的观众们 不断地抵达音乐节现场 在入口就像往年一样 观众们在保安的严格检查后 才被允许进入回场 大部分的观众会定期回到湘普朗来参加音乐节 观众们不仅可以在音乐节上看到 在湘普朗也随处可见 在附近几乎找不到空房 大部分住宿已被预定数月 聪明的音乐节观众 从去年12月和今年1月就开始预定 该市70%和80%的房源 已经在2月和3月被预定了 一家住宿预定网站的总经理说到 观众可以在5天内欣赏近200个节目 史莱许 黑眼痘痘和罗宾舒尔茨 是最受期待的表演者 周三晚上 蟑螂老爹 塞浦罗斯山 和黄奥杰乐队将在主舞台上演出 巴拉顿的北湖岸是值得去旅游的地区 位于当地森林的帕罗什修道院 邵尔福尔德遗址 自1250年至今是唯一匈牙利建立的修道院 也是保存最好的一个遗址 拥有地中海风格的房屋 墨房建筑和湖泊周围的公园 陶尔伯曹的墨方湖 是匈牙利最有情调的地区之一 5000年前在这里建立了中世纪的城市中心 湖水通过小溪流入巴拉顿湖 不管冬季或夏季 湖泊的盐溶水全年都为18摄氏度 湖的周围还有舒适的餐厅和咖啡馆 今天的新闻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